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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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我們提到再介紹幾種不同分配硬碟的空間的方法 我們提到第一種是contiguous 所以就是連續擺放 那 它的好處就是我們提到它的連續讀 sequential的或是random的讀都會非常的快 因為基本上 只要這個使用者 告訴了我們下面的這個檔案系統 他要讀的這個檔案是在第幾個byte 這個第幾個position 他就可以用算的方式直接知道 到底他physically的那個data block的location在哪裡 所以就直接可以對disk做IO了 那第二種方式咧 就是我們說的link的方式 那link的意思就是把每一個data block就像link list這樣把它串起來 那它的好處咧 就是他可以只要有空間他都可以使用 不像前面contiguous的相對他唯一的壞處或是說最大的壞處就在於這個檔案大小如果改變或者空間有破裂的時候他就沒有辦法做一個擺放 但是link咧他只要有空間你就可以去使用 然後就用link list的方式把它串起來就好 那可是他的壞處咧就剛好就反過來 sequential的話也不錯對不對 sequential access反正就順著link list的讀 如果你不是從頭開始讀還是有些overhead 因為比如說我從第五個block開始讀到第十個block 那前面四個block基本上你還是得要讀出來 才能找到第五個block的位置對不對 但是如果是random的話那就更糟了 因為如果是random access那根本就是跳來跳去 你甚至於會有重複在那邊讀的問題 那最大的這個原因為什麼會這麼沒效率 就是因為這個pointer他是散落在disk上面那些data block上面 所以每一次你要去讀出那個pointer的位置他就是一次IO 所以這是他最糟糕的原因 所以我們上次就提到其實這樣的方式還是有被採用的 那要去解決剛剛這個很多random的時候的這種 很多IO request的方式其實是有的 而且其實很單純就是把它的pointer 全部收集起來 然後咧只要留pointer的information就好 然後把它存在這個前面的幾個block 就用幾個data block 然後把這些pointer全部收集在那個地方 那所以咧這些pointer可以在一開始 你在mount這個filesystem的時候就把它load到memory 那一旦load到memory之後 那其實你的這些triversing這個動作還是有的 但是因為在memory 所以他不需要在那邊一直在做這個IO的動作 就一開始的時候把這兩個存pointer的data block load到memory 然後就可以開始去運作 所以就解決了剛剛的問題 所以這個linked list其實也可以變得很efficient 如果你這麼做的話 但這樣已經不是傳統的linked list 所以如果這個考試的時候 如果問這個linked list的事情的話 我會稍微註明一下 就是大家留意一下 Fed32它並不是傳統的link的 已經是一個改善版的 那傳統的話random是一個問題 那改善它最好的方式就是像Fed32或64這個做法 把pointer收集起來 然後把它load到memory裡面 好 好 那第三個做法咧 就是index 所以index跟剛剛的差別在於說 一樣有pointer 但它不是用一個linked list的概念 而是就像這邊看見的是 direct access的概念 對不對 所以一樣這一些 因為它是direct access 所以這些pointer 當然一定是要存在一起的 所以存在一起的這個block 又稱為index block 所以它是用一個data block 因為這些是pointer 還是要存在硬碟 disk上 那所以它們也要存在一個 其中的一個 原來的這個block 的上面去 但因為它就只存這些pointer index的pointer 所以我們就把它稱之為index的block 那其他指導的這些就是所謂的data的block 那所以可以看這個例子就可以知道 你只要要找到這個file的任何一個位置 要開始讀的話 你的這個首先你的directory裡面存的檔案名稱 然後只要一個pointer 知道就是你的index block在哪 那到index block一樣 你要把它讀出來 然後你就看你是第幾個block 找到它的entry之後 直接就可以去access那個對應的data block 所以這樣的做法就叫做index block 好 這是index的allocation的方式 好 那所以就像剛才提到的 它的做法就是把所有的pointer 就把它全部bring together 對不對 那這個又是一個special的block 所以 這叫index block 好 那 因為這樣的做法 所以 direct 對不對 就是這種random的assess 就會變得非常的efficient 好 當然 這個sequential的assess 也是一樣 就是它都可以一次就可以找到位置 好 那另外呢 它也沒有external的fragmentation 對不對 因為只要有空的位置我都可以使用 就跟link的是一樣的 好 那它也很容易去create file 對不對 因為基本上它只要有一個free list 知道有哪些data的block是available的 它就可以去找到空間去extend一個file 或者是create一個新的file 好 那 它的缺點一樣 就是 因為是pointer嘛 一堆pointer 所以說這個 要去存這些pointer 你就會浪費掉一個index block 好 而且它比這個 呃 傳統的 呃 我們剛才說的link的方式的話來講 好 它只會浪費的是 你每一個datablock 你就浪費四個byte 好 那這個做法的話呢 因為 它是index block 所以說這個block 它全部都只能存index 所以萬一今天它浪費的情形會更嚴重一些 可以想見 因為 如果今天你譬如說這個file很小好了 對不對 那它可能只有兩個datablock 所以代表你只要兩個entry 只要八個byte就好對不對 可是因為這個做法 它是把index跟data完全切開 所以 你只要用四個 只要用八個byte 可是這個index block 對不對 假設就是512byte這麼大 你還是得要allocate一個 一整個512byte的index block 來存 只用了八個byte 所以剩下分數就浪費掉了 對不對 所以 說它的這個浪費的情形 又會比 這個link的方式又再更嚴重一些 因為不只是有pointer 而且它是完全把data跟index切開 對不對 所以你當然就會浪費得更嚴重 好 那另外一個呢 在index block這個做法 也必須要去克服的一件事情就是 那萬一應該是太少 就是如果file很小 你會浪費空間 那如果今天file非常大 那代表你要存的pointer的數量 是不是也相對就變得很多 多到也有可能呢 超過一個single的data block 可以儲存的空間 這也是可能的 對不對 所以像如果一個single的data block 是512byte 那 你今天一個 這個 一個block只需要四個byte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超過128個這個 data block的話 那你就存不下一個index block 對不對 那你就需要多個index block 來去存這些資料 那所以如果有很多個 你需要很多index block的話 那要怎麼樣去做一個extension呢 所以就可以看見這邊 其實也是會有 這些三種做法 三種不一樣的方式 可以去解決這個問題的 好 第一個做法 叫做linked index skin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些名字 有一點 因為都是用linked 或是indexing的做法 所以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 這個 這邊是index後面 所以說它還是一個index skin 但是它是有link的方式在裡頭 去解決index block不夠大的問題 那解決的方式 是什麼呢 就是你可以看見 一樣我們一開始只能存一個index block 對不對 那可是萬一它可能會不夠 對不對 所以19 那當然就是第一個 原來的index block 那裡面當然就是我們 傳統的做法 對不對 裡面就指到一個一個的data block 那存不下 我檔案長得超過了這個size 怎麼辦 我需要一個新的index block 一定要 所以咧 我就把這個file 存不下的繼續存 存下去的話 那我就要去create一個 新的index block 然後裡面就存它的pointer 那畢竟就是 這兩個必須要能夠連在一起 所以我們就用link的方式 所以就在index block之間 我們去留pointer 去指向它下一個index block 對不對 所以就link list 把index block串起來 這就叫linked的index skin了 所以其實蠻好理解的 但是就是名字上 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這個link的index skin 指的是 其實是index的做法 但是把這個index block 把它用link把它串起來 所以它是一個index的做法 所以以此類推 我們file一直長 那我就一直create index block 那我就 相對的我就去create這些link list 就好 當然你就可以看見 這時候如果你有些rendum的assets 對不對 你有direct access 跳到一個file file如果真的很大 跳到很遠的地方 那麼其實你要讀寫的次數 就會開始變慢了 對不對 所以檔案越大 它開始要traverse的時間 就開始變長 因為你也要去lookup好幾個index block 好 這是第一種做法 好 第二種做法 那第二種做法 其實就非常像各位 大家已經學過的 在memory做管理的做法 就是multi level hierarchical的index 對不對 所以其實就跟那時候 我們已經教過的這種 pagetable 怎麼樣去把它做延伸的做法 是一樣的 所以這邊index block 知道的 所以這一樣 一開始當然就只有一個index block 那裡面我們就可以存一些pointer 但這邊是hierarchy 所以大家就知道 這每個pointer其實存 指到的呢 不是data block 而是index block 所以就每一個pointer 都是index block hierarchy 所以就是true level 你要加3 level 等等都可以 對不對 所以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每一個 所以這16 這個16指到的是這個index block 裡面寫第一個19 19指到的這個block 我裡面還是存index 所以你可以看見這裡面 每一個pointer指到的 最後才是真正的data 所以這就是hierarchy code的方式 那這個做法最大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你可以看見 如果今天檔案真的很大 如果 因為你hierarchy 所以我們剛才說 最大的問題就是當檔案很大的時候 你要random access 而且是access到尾巴的地方的時候 它會很慢 對不對 尤其前面的做法 因為當檔案很大 那就 很抱歉 你要一直triverse 對不對 如果我有10個index 那你就要lookup10次 好不容易才找到你要的位置 所以你的讀寫的速度就會 很不平均 檔案前面的很快 後面的很慢 對不對 但這個做法的話 因為是multi-level 所以如果你是很後面 沒關係 我就直接跳下去 對不對 所以其實它的這個速度 就會比較穩定 其實檔案很大 對不對 可是你在前面 在後面的位置 它讀寫的速度都差不多 當然你也可以說它差不多慢 但是也是差不多 就是比較平均 通常平均穩定 這是對系統的效能管理等等 使用者來講 通常是比較prefer的 好 那 不過相對的 對不對 它的缺點就是當然一樣 就是它浪費space的情況 會比較嚴重 因為hierarchy 對不對 所以它等於是指數的在那邊成長 對不對 所以當然檔案非常大的時候 就會適合用這種hierarchy 如果是median size 可能就會適合前面的那個link的做法 那如果真的很大的話 那當然你就會用這種方式 很快速的把你的能夠指導的空間 用這種exponential的方式去把它做一個成長 倍數的方式成長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multi-level的做法 好 可以 所以記得這只有leaf node才是那些data block的pointer 好 OK 好 那最後一個combine的 也就是default的這個unix inode的一個做法 這邊的combine其實指的是說 它就是用multi-level 但是咧 因為我們剛才說過了 檔案大小之分 對不對 如果今天你的檔案很大 你就要用很多個level 對不對 那如果今天檔案很小 那其實你就用one level 或two level就夠 好 那其實這個概念 大家如果再回想 memory關於跟這個是比較接近 還記得我們那時候有介紹 介紹過intel的 pagetable的做法嗎 可以用4mb4kb的page size 再change 對不對 那這邊來講也是一樣一個折中的方式 所以一樣 它給你option 所以咧 這個是我們說過了 i-know就是存一個 這個file 它的這些information 包括了很重要的就是 它的data block到底在哪裡 那 所以咧 這個例子裡面可以看 這個做法就是前面咧 就是當檔案很小的時候 我最好就是index直接指導 對不對 那所以說這邊就是這個direct blocks 就是這邊直接就存了是我的data block的 pointer 所以我的第幾個block我直接這邊就可以找到 那如果今天這個 因為這畢竟我們的這個i-know 這也是一個data structure而已嘛 所以它的size一定是有限的 那這邊我們可以知道 這邊的每一個entry 它能夠指導的 那就是只有一個data block的size而已 對不對 那假設我們這邊 這個是例子的 所以說 假設我們今天一個block是4KB 這麼大的話 那一個entry就只能指到4KB 對不對 所以這邊就算你有1000個entry好了 那整個file最大你也只能存到4MB 那4MB很小 所以大家都知道 根本就塞不下 對不對 所以說咧 塞不下怎麼辦咧 那就是後面我們就用剛剛的multi-level的這樣的做法 所以這邊的single indirect 所以indirect意思就是它已經加了一個level了 所以這個pointer指導的並不是data block 而是指是index block 所以這一個pointer指導的就是一個 當然也是一個block 但裡面存的就還是index 那所以假設是4KB嘛對不對 所以block的大小就是4KB 那假設一個pointer就是4個byte 所以就代表光這個裡面 我就可以存1000個entry了 然後當然 每一個entry就乘上data blocks的size 那就是你檔案 又可以多增長多少了 對不對 好 那以此類推 所以如果今天這個還存不夠 對不對 超過了 這個4個MB 這邊這樣4個MB嘛 約1000個 對不對 那這邊當然更小 那如果超過還不夠 那我們就用double 對不對 所以就代表它是2Level 那就dependent on這個pointer 你從哪裡開始找 它當然就知道 欸這裡面的資料 到底要把它translate成是一個data 還是一個index 所以它就知道到底是 該怎麼去translate這些value 好 所以當然就以事類推 所以當然到triple當然就已經 檔案大小就已經在更大了嘛 所以這就是一個所謂combine就是這樣 就是說把multi-level這個做法 你會把它分成不同的這個level 那這個最大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在於你的performance嘛 對不對 所以當你檔案小的時候 當然大家都喜歡direct 因為這樣我只要一個lookup 欸我就找到我的檔案了 對不對 那你因為後面就是multi-level的缺點 你可以看見幾個level你就要lookup幾次 對不對 那當然IO次數就開始變得多了 那size對不對 就是它的tradeoff 所以這邊的performance非常的快 但它的size 以這邊這個例子來講 假設這裡有12個entry 那每一個只能存4kb的資料嘛 所以就只能到48kb 很小的檔案 你可以處理 當你的檔案長超過這個size 我們就會開始用到single direct single的indirect 那就變成當然就是 這邊光這個地方就存到4kb 當然你還要加上48kb啦 才是total的file size 所以 只要小於這個檔案size 我們就只需要用這個前面兩個entry 所以前面兩個部分就好 如果再不夠就可以長到4GB 那當然最後一層 可以想見當然就是4個tb嘛 對不對 所以通常那個就已經非常大了 因為我們整個disk 也不過就只到terabyte 好 那當然還是有個極限 所以當檔案真的檔案非常非常大的時候 很多東西也是要改寫的 一些file system也會沒辦法handle 好 所以這個就是index的做法 那大家特別留意的最後一個作業 就是會 你可能就會去運用到剛剛的這樣的概念 去知道怎麼樣子可以去manage create一個更大的file 就是你要去自己去manage那個data structure 去把這些資訊存起來 好 那介紹完怎麼去allocate 最後呢就是這個free space的management 也就是剛剛是要使用的檔案的這些內容方案 那當然我們也是要管理 哪裡可以去找到我們的剩餘的空間 我們才可以去做allocation 那做法其實就可以分成這四個 尤其後面的三個 這些名字看起來不太一樣 其實大家不用特別再去看它了 它就是剛剛說的方式 我們現在這個link list 這就是link allocation grouping 其實就是指的就是link的index的做法 那counting 指的就是contiguous的做法 簡單來講就是 大家可以把free space 想成是一個file 那我們把它全部串起來 我們要去 而且這個file很簡單 這個file因為是這個free space的file 所以它只需要support sequential access就好 因為我就知道找第一個有空的位置 然後用完 我們就把它都在起始位置換一下 然後就每一次都只用第一個有空的位置就好 所以我們也只是需要某一種data structure 把它串起來而已 那所以這個名字不一樣 其實大家去看課本裡面描述的 就完全一模一樣 就是這三種做法而已 那當然這個 這三個名字大家也不用刻意去背它了 所以就不會特別去強調這一塊 做法一樣了 大家知道就好 好 所以唯一比較特別 我們等一下稍微講一下 是這個big victor 這是另外一種做法 就是我不把它串起來 我只用bit的方式去做一個判斷 所以就是這樣 所以free space其實就是把它想成是一個file 所以當然做法是相同的 那big victor 所以什麼是big victor 所以很簡單講就是這邊可看見的 我們可以把一整個disk的空間 對不對 我應該說partition這樣比較好啦 因為一個file system管 一個partition 所以我們就把partition空間 那些data block 我就把它每一個 我只要知道它是有用到或沒用到 對不對 現在是空的 free的或是不是 所以我們就用一個bit表示就好了 所以你有多少個block 我就有多少個bit 然後每一個bit對不對 就看0可以當作是free 然後1是occupied 所以我只要去找 只要是0的我就可以找到 那這樣的話我就可以去知道 哪些是可以做allocation的 那所以這個做法跟我們剛剛看到這種 其他另外一個做法就是把它當作file 然後串起來 這個就沒有把它當作file 這就只是0101 他想要知道有空或沒空就好 而且他可以知道exactly哪些是空的 一次他就可以看到很多個 所以他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第一個很簡單嘛 0101對不對 而且他的判斷會比較快 比你在那邊traverse一個link 然後在那邊判斷數字要快 因為我們知道電腦其實是bit 所以說其實對於這些0101的計算 他是更快的 我們的hardware來講 他的logic是更簡單的 而且他一次就可以讀64個bit或32bit 他一次就可以讀很多的bit 所以他的速度處理會比較的快 那他的缺點 就是主要就是在於說 這些如果今天檔案 這個partition長得真的非常非常大 尤其像我們的硬碟現在真的是越來越大 那這個bit的數量真的也是會越來越多 多到如果你超過了我們CPU的cache的大小的時候 那就可能開始slow down了 就沒有辦法發揮他最大的優勢 所以當真的很大的時候 當然他的performance就不會這麼的理想 那所以這是他的好處跟壞處 那為什麼你會說這個0101這樣子 為什麼我需要 通常我不是只要隨便找一個有空的位置就好嗎 為什麼我要一次把所有的0的位置都可以找到 這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大家也看到前面幾個什麼contiguous link或是index 像contiguous他也不能隨便找 對不對 他要連續的0 那這個你就要0101這種做法 他就會才會work 對不對 才會比較有效率 因為他可以一次找到 你有多少個連續十個0的位置出來 那你用big vector就會比較快 那如果你是用link list 雖然說實際上是你可以隨便擺他 但是如果你可以擺在比較近的地方 如果能夠連續在一起 你的io 你的disk的池頭的移動位置 還是會減少 對不對 所以說當然其實不管是什麼樣子的做法 都會希望盡量把同一個file 放在相近的physical location上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 對不對 我要檔案 我要知道哪些零近的有空位 這個問題的話 那你就不是很單純的說一個link list 就解決了 對不對 你有一個0101的 你才有辦法去找到 對不對 而且你可以load 哪一塊位置 對不對 所以在這塊範圍內 哪些地方有link 你可以做更好的判斷 所以當然 他給的information更多 在做location的時候 他就有機會去選到更近更好的一些位置 那如果是link list的這個做法 像我們前面這些 前面看到的這種 三個其他的這些做法 事實上 我們有看到一些file system code 比較少真的直接這樣用 其實是蠻複雜的 他們會把這些一段一段的把它切斷 然後去做 有點像binary search的動作 所以其實 比較少真的是把它串成一個single file 大部分的file system 為了performance 其實比較會需要知道更進步 不只是找到一個free空間 他其實希望找到 我今天給你某一個position 你可以不會很快的return給我 離那個位置最近的0在哪裡 然後甚至於它會再多一個condition 最近而且大小要超過至少某一個size 這是比較長在做allocation的時候 file system它要求的quiteria 那你看把這兩個condition加進去 前面那些做法 就也是需要去修改 那big victor就不用修改 它基本上很容易判斷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它的差別 所以這其實也是一個 蠻有效率的做法 這有圖啦 但大家稍微看了就好 就知道 link list就是link list 所以跟之前我們介紹的是完全一樣的 然後grouping跟counting的描述在這裡 但是其實大家看描述就知道 就是我們之前介紹的那兩種管理檔案的方式 好 所以這是這個章節後半段 這個是蠻重要的部分 就是這幾個allocation的方式 一定要知道它到底是怎麼運作的 另外一個就是要去思考去想一下 這些不同的allocation的方式 對於你不同的IO pattern 到底它會產生多少個IO的request 才能夠完成一個動作 我隨便講說一個file 它檔案三角是10 存在某些位置 對不對 請問它要怎麼用任何一個方式去把它串起來 然後我要讀這個檔案的第10個block 第3個byte 到底需要多少的IO的動作 才能夠完成這件事情 這個是大家需要去把它套用在模擬下 實際上運作它的行為 知道它的效能的好壞 好 那當然這些名字有一些會有些類似 大家當然就要稍微去把它分清楚一下 好 OK 那這個就conclude 我們這個file system implementation的部分了 所以file system可以看到 它最重要的東西就是在做mapping 就是namespace 對一個file pass 怎麼樣對到一個 i know的或者說是一個file control block的那個mapping 第二個就是 這個file control block的mapping裡面 它要存的這個file的location 到底要怎麼map到physical的location 有哪些location的方式 其實就是這兩塊是最重要的部分 如果您按照片 再按照片 回去的話 再按照片 Always D 谢谢观看